常理主要 清调篇 爷爷 爷爷 菲菲来看你了 菲菲来看你了 爷爷 儿弟 爸他怎么救 哥 爸爸的身体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直不好 菲菲 不要哭了 看你脸都不化了 叔叔给你打分血洗洗脸 菲菲 有什么话跟爷爷讲 就现在说吧 菲菲 等一下到了爷爷的灵堂前 千万不能笑 那是对亡灵的尊重 哥 对不起 我太不小心了 二弟 没关系的 你还没吃饭吗 还没有呢 那我打电话 叫两层便当去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沉默念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爸爸 他为什么要道歉呢 这是因为他刚才哼着歌走了进来 当初入有丧事的地方 一定不能笑 不能唱歌 不能说一些喜庆的话 这不仅是对逝去的人的尊重 也是对逝者家人的尊重 哦 我明白了 爸爸 王叔叔后天结婚 这是他刚刚送来的请柬哦 他邀请我们全家去参加他的婚礼呢 菲菲 您王叔叔的婚礼 我们是不能参加的 为什么 爸爸 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王叔叔的婚礼 菲菲菲 家里有丧事 扶桑期间的人是不能参加喜庆的 虽然你王叔叔的婚礼 我们不能参加 但是礼物还是要送的 我们提前准备一份贺礼送过去 并且跟他解释一下情况 你王叔叔一定能接受的 哦 我明白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准备贺礼呢 明天吧 明天让你妈妈带你一起去美贺礼 好吗 好的 谢谢爸爸 那你现在回房看书去吧 嗯 好 爸爸妈妈再见 嗯 好 爸爸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